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美女变身黑帽的故事,爆人 女主从小在孤儿院长大,长大后她乘坐飞机回到奥尔良,在这里和亲生哥哥保罗重去,并准备在这里找一份工作 但第二天保罗就失踪了,女主到教堂去找哥哥保罗,别人告诉她可以去动物园看看 女主在动物园发现了那头黑帽,她才觉得黑帽十分贱美便开始写声 一直化到天黑也没有离去,很快女主就被动物园馆长奥利夫发现 女主惊吓地逃走,竟一下子就跳到了树上,但奥利夫一直等到她下树 两人因此结为朋友,正好女主需要一份工作,于是奥利夫让她到动物园上班 负责买卖动物玩偶什么的,一天晚上黑豹不知为何一直很暴躁 女主进来想帮忙,黑豹一看到她却开始失控发狂 将动物管理员的一只胳膊生生扯了下来 管理员因失血过多就这么嗝屁了 奥利夫一气之下决定枪杀黑豹,可是等他们拿着枪过来却发现黑豹逃走了 奥利夫等人立马报了警 晚上女主回到家,发现哥哥保罗已经回了家 但是保罗却很反常,他甚至想非礼自己的妹妹 女主翻下墙逃走了,逃跑的路上遇见了警察 保罗一看到警察就溜走了,警犬却开始狂吠 原来保罗的住处有一个秘密房间,里面是一间训报的暗牢 黑豹就是从这里跑出去的 警方猜测保罗一直悄悄地喂养美洲豹 并实行了某种类似宗教的祭祀活动 所以才任凭凶残的黑豹出来作恶 为了女主的安全,奥利夫将她带回了自己家赞助 很快,两人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 建立了一个爱的小屋 但女主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异样 常常会忍不住嗜血的欲望 为了抑制住这股欲望 她半夜偷跑的森林里追捕野兔 女主害怕自己伤害奥利夫 于是决定搬走 可是奥利夫的一颗真心打动了她 这引起了躲在暗处的保罗的不满 很快,城里又出了一宗案件 一个金发女郎死在了自己的豪宅里 而这个女人曾经和女主的哥哥保罗在一起 警察立刻全程搜索豹子和保罗的踪影 可是找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 警察只好撤离了人手 在一个雨夜 保罗闯进了只有女主的奥利夫家 他跪下来求女主救自己 说只要女主和自己在一起 他就离开人类不再伤害他们 女主自然是不肯了 他假装顺从地和保罗亲近 趁他不注意抓伤他 然后逃走了 之后奥利夫回到家中 却在女主的房间发现了一只黑豹 黑豹对奥利夫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却被手持猎枪的奥利夫一枪打死 之后奥利夫解剖了黑豹 谁知黑豹的尸体竟直接腐化在解剖台上 唯一知道他们家族秘密的仅剩下哥哥家的飞庸 飞庸告诉了女主一切 原来很久以前 他们家族的祖先将孩子供奉给美洲豹 孩子的灵魂在豹子体内渐渐长大 直到豹子演变成人类 而他们只能和近亲进行亲密接触 不然就会变成原形 变回原形后只会有不断杀人 他们才可以再次变回人形 原来黑豹并不是保罗训养的 而是保罗变成的 飞庸告诉女主想要解救自己 就永远不要爱上男人 可是女主已经爱上了奥利夫了 在和奥利夫共度凉宵之后 女主静静的等待着自己的变身 晚上女主果然变成了一只黑豹 并扑向沉睡中的奥利夫 奥利夫从惊吓中醒来 她挣扎着祈求女主不要 女主存有理智的放过了奥利夫 随后跳窗而逃 警察很快追击女主去到大桥 女主在重重包围中跳下了水 可是没想到的是奥利夫并不打算放过她 追的她去到了两人曾经的爱的小屋 女主在中途杀死了一个人 此时已经变回了人形 她祈祷奥利夫再和自己共度一夜 除此之外她再别无他求 奥利夫答应了她的请求 但是将她的手脚绑了起来 之后女主再次变成黑豹 但这次她乖乖的待在了动物园的铁笼里 这样或许可以和奥利夫永远在一起 这部电影呢 删用于1982年 距离电影上映已经过去整整31年 可是里面的妆容和设定都毫不过时 或许现代电影可以借鉴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